行機具和探測車 緩緩開過一望無際的雪地 這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 在南極進行的40年研究 其中一環 現在科學家有了重大發現 短短三年間 南極冰層面積久流失了 200多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墨西哥再大一點的面積 到今年5、6月 南極冰占地面積 更是打破2017年紀錄 創下新低 但從1979年到2014年 南極冰層其實是穩定增加的 卻突然像溜滑堤一樣 急速下降 令科學家百思不得其解 在南極的情況下 有一個強硬的認證 南極的水泥 是關於南極的温暖 在南極的温暖 在2014年後 這個大小的温暖 有些試試 在溫暖或海洋上發生什麼事 科學家還擔心南極冰流失會加快暖化的速度 因為失去冰層 地球就等於少了一層阻擋太陽光的防護罩 它將水泥回到空中 會否則被海洋浸透 所以它作為溫暖的方式 在安塔克上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有些種類的瓶羊需要海洋 他們需要海洋 從海洋釣測 還有一些種類的蟲 需要海洋釣測 在海洋釣測 科學家認為 南極冰量變化這幾年雖然減少 也有可能在未來幾年逐漸增加 形成一個循環 而且南極四面環海更容易增加冰量 但人類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南極增加冰的速度 還不及北極熔冰塊 暖化威脅依然是每個人都該阻止的挑戰 大海新聞 鄭宇軒編譯